我是艾玲藥師 社區藥局的資歷大概已經有快要十年了 一開始知道發口罩的時候 覺得很辛苦 基本上業務還是持續的進行 但是因為疫情的影響要發口罩 然後我一天可能需要抽出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去做口罩的事情 其實要先說大部分的民眾都還是蠻理智 然後都會跟我們說謝謝 可是還是會遇到一些不理智的 有遇過那種他就是沒有健保卡 但是他就是想要跟你領口罩 然後他就會生氣說要叫警察 要找媒體 或者是接到一些電話很不理性的說 你們庫存上掛那麼多的口罩 為什麼不販賣呢 你們這樣是違法的 我上次接到過一通電話 他就是真的很生氣的一直罵我 但是就是能夠給他罵 然後罵完之後 他可能發洩過或氣笑的 就自己掛電話了 我現在目前任職的社區藥局 主要是以長照業務為主 當然以前的會有一些觀感會覺得說 社區藥局的藥師都會賣你一些有的不的保健食品 要賺你錢 但其實現在的時代不一樣了 它就是一個觸品桃位可以做健康資訊 做很多服務的地方 現在社區藥局可以做戒菸衛教 可以領戒菸的藥品 有一些長照的服務 輔具的服務 我相信會在社區藥局工作的藥師 基本上都是抱著一個沒有熱忱的心 不然真的做不下去 因為現在奧客真的很多 疫情已經差不多到了尾聲 其實還蠻榮幸自己有加入這個行列 就是覺得台灣真的很棒 可以把防疫做得這麼好 我們是其中的一員 如果說多年以後 會想起來那些年我們一起包著口罩 其實是會蠻感動的 就是也是謝謝大家 其實像我自己會很擔心 因為我在社區藥局工作 接觸的人很多 所以基本上我回家的話 我一定會先洗手消毒 然後把身上的衣服全部都換掉 再碰小孩 可以的話就是趕快先去洗澡 我們身穿外面的外套 基本上回到家之後 還是盡量掛在外面 不要掛在家裡面 出外的話 因為很多小小孩其實是戴不住口罩的 我就會盡量用背筋 背小朋友 然後讓他免想自己 那再大一點的小孩呢 可能就是真的 口罩要戴的話 要幫他挑好可愛的圖案啊 或者是顏色這樣子 吃的東西就不要挑食 盡量能夠挑一些營養的東西吃 基本上大家都會很健健康康的 那個洞口罩 我可以吃到 不小 我可以吃到 我可以吃的 我可以吃的 我可以吃的